6月11日是基督聖啟聖血節 聖露靈座堂當日的黎薩 邀請到龍門教區首目尼賓生主教主持 蓋堂主任斯鐸柳在拱神父 後任主任斯鐸劉偉傑神父 後任副主任斯鐸護女婉神父共濟 在彌薩中舉行新主任斯鐸就職禮儀 黎主教於《廣道》中看到 我們的原罪衍生了很多創傷 包括容易忘記 對世界絕望、自私、自我等 他指出 耶穌基督建立聖體聖事 成為了一個標記 讓我們記得天主對世人的大愛 並治愈我們 讓我們明白每一個人都是尊貴的 教導我們要超越自我、關愛他人 更鼓勵我們要傳揚福音 主教於當日的讀經提醒教友 耶穌吩咐了門徒要以聖體聖事來紀念祂 而每一台尼薩都是重現耶穌基督的聖死和復活 因此我們要參與全台尼薩並勤領聖體 主教感謝柳在拱神父過去為聖老齡座堂及堂區服務 也歡迎劉偉傑神父將出任新本堂 他寄予各教友 要謹記我們都是因著聖體聖事而成為一體 因此在堂區裡面要繼續團結、共融 熱愛聖體聖事 在堂區裡面要繼續推動這一份愛的聖事 微薩中舉行新主任司徒就職禮儀 由澳門教區司徒劉偉傑神父在一眾教友見證下 從宣司徒許樂 並宣誓忠信感履行本堂神父職務 當日也有15位新令洗兒童錯靈聖體 教區劉偉傑神父及聖賢會狐女遠神父 將於6月15日離身